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嗯对评委老师好我叫张炳 炳是上面一个日底下一个甲乙丁丁的炳 啊啊啊是个偏僻词 呃这个对是个偏僻词 你你什么感受就刚才那个你你唱到一半突然脖子上一紧 被一个戴墨镜的男人抓出来那是什么感觉 吓到了 就完全吓了就 哎你有麦克风 麦克风 哈哈哈哈 就是我觉得 嗯机器出现问题了吗就嗯 就被抓出来了所以我就评委 评老师们看见了我就那个表情 但是他告诉你你被选中的时候你又突然很开心 所以这个情绪就会像坐过山车一样对不对 嗯来那今天要唱什么歌呢 我首先想唱一首英文歌 因为时间比较长了然后评委老师们可能都比较累了所以我就想唱一首比较嗨的歌 好来 好体现啊 这叫歌声按摩 希望是按摩 嗯 be fall right right down day 你是不是起高了点 然后有点有点有点要命 啊你是你是陕西人吗 啊 呃有没有什么最方便的歌给我们演唱一下 有点紧张 刚才起高了 请负一下马上有三秒钟 那我唱出新天游吧 好 好好那也很容易起高你小心点啊 好 大眼听过我的歌 小歌清过我的脸 山淡的花开花又落 一遍又一遍 你是不打算唱过唱过这首以后你不打算再唱了是吧 你有副好嗓子 但是我觉得那个音乐呢不仅仅体现在飙高音上 因为我觉得经常飙高音都只是为了震撼别人 那声音变成了武器 我觉得声音是一种交流的工具 嗯 它要传达你的情感传达你的爱或者是恨 其实都不一定用高音来形成一次轰炸 其实你的声音条件这么好 你想想 你让嘉芊姐给你唱唱两句情歌 让你感受到没有飙高音也能杀你无形的感觉 好想听 我唱情歌是吧我现在要唱是不是 OK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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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开玩笑的是真的 不是不是 因为突然就是又Cue到我了是不是 我只要吓一跳而已 唱情歌是吧 有一首 那个歌的歌就是唱情歌 Hazri 这一心也在娶着 几分钟飙光年时 我云是死未到你 不开水去 我伴光似魂似汽 四面男生 吾擠 爱是为智为爱 仅仅是地 就感觉佳天姐如果要追谁的话 谁都能追到 不是谁都会第一片尸体 就你明白吗 就是音乐的真谛就是用来 就是用来词以达意 就是让你感觉到 而不是让你一顿暴虐 又是刀片又是大爆锤的 其实我觉得声音作为武器来说 是不恰当的 声音一定是真的是我们交流的最好的工具 对 就是有一种就是 因为我想给你一个意见是 我在唱歌的时候 我可能有时候眼睛闭起来 因为我在享受那个音乐还有我音符 然后那个歌词的感觉 然后我心里面就会想说 我到底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情绪给你们 所以会透过音乐去表达我的心情 所以可能就是有时候会断 有时候会停 有时候会呼吸 其实呼吸是一个表情 不要很快就把 不要浪费你的情绪 不要浪费你的声音 也不要浪费任何一个表情 所以你一定要慢着来 那个才有办法去让别人享受你的声音 你完全没有辜费任何人的期望 太棒了 真的 真的真的 我很好喜欢 对 谢谢 你今天好幸运 他专门为你做的 对 我坐在旁边听两位老师讲 我就惊呆了 哇 说的太棒了 好的 加油 好 继续加油 OK 谢谢你 谢谢 加油